大家好,我是Stan 韩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上班族匿名论坛网站Blind 在爱卜收购SM后 一位SM职员的Blind贴文 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内容 在疫情结束后 演唱会变得很多 公司业绩也增长 我跟同事们都觉得 对,不管怎么样 我们是爱豆的根本SM 大家一起努力后重新拿下第一把 用这种想法 坚持着每天每天繁多的业务 每次进行一个项目的时候 都会有一种小期待 但是现在这些都好像是被夺走的感觉 以后不管有多努力 让我们的艺人拿第一 顶多就会变成业绩很好的还不子公司而已 就感觉我们所有的传统跟历史 都被否认的感觉 只有我觉得这样吗 心情真的很不好 对此SM的职员们留言 真的对SM有着自豪感 一瞬间都崩溃的感觉 再怎么说现在不是市值最高的经纪公司 但是也会有我们就是SM的自豪感 以苏曼老师将我们最后的自豪感也给丢掉了 真的很伤心也很伤自尊 再怎么抱着爱情努力工作 没有人可以为了公司的变化而发言 真的好空虚 将SM的历史跟全体职员的血泪 与4228亿交换后 现在很幸福吗 SM跟全体职员对于您就这点程度吗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看SM职员们的留言的话 在SM发表SM3.0计划后 因为可以省下付给LikeQIC的钱 公司福利或者是工资都会上升 所以大家都有着我们一起加油吧 这种气氛 但是因为引速版卖掉股份 导致职员们集体崩溃了 说实话 只是小粉丝的我都觉得很崩溃 因为引速版SM的所有组合都必须要有中国成员 而遭到了职员们的不满 在SM3.0后 大家都很期待以后不需要再这样 都非常高兴的那个贴文 充分理解职员们的心情 因为根本就不是公司不行了而卖掉的 只因为思域将公司卖掉 职员们当然会崩溃 说实话 公司便怎么样是上演问题都无所谓 只是希望能维持SM的颜色 我比较喜欢SM的音乐 然后也有这样的留言 因为是我没有爱舍心吗 就算我的公司被卖到金正公司 只要不是我被开除 我就没什么感觉 不管怎么样 先要等到下个月的SM股东大会后 才会有个轮廓出现 所以对于SM职员们的留言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霸气要求当红爱豆们 挑战自己歌曲的新人爱豆 有一组新人男团 因为很霸气的要求 Luzela Pim Nugis Tomorrow by Together Enhype Challenge挑战一下自己的兴趣 而受到了网友们的关注 男团就是 Luzoksun Saventeen的小分队 Pusosun 因为是在2018年出道的 所以确实是四代爱豆 而因为一般来说 在发表实体专辑后 才算是真正的出道 所以他们称自己是新人男团 啊 可可可 只看标题后还在猜想 到底是哪组新人这么有霸气 语气可可可 太好笑了 可可可 这么一看都是子公司的组合们 苦说自己是四代的爱豆 太好笑了 可可 Pusosun 加油 水槽 porqu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